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灣的整體利益 跟人民的最大福祉 我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讓人民過好一點的生活 有台北市長柯文哲愁吐的台灣民眾黨 週二中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創黨大會 一早就有不少柯粉到場 並搶先登記入黨 中午12點 柯文哲穿著藍襯衫布鞋 在柯粉高喊 台灣的選擇柯文哲等口號下 被人群促勇進入會場 會中一開始先是宣讀黨綱黨章 隨後主持人宣布 議任黨主席由柯文哲擔任 經由創黨人發起會議結果 推派由黨主席為柯文哲先生 請問我們的主席 感謝我們的主席 請主席跟大家揮揮手 柯文哲也在大會中發表12分鐘的演講 內容提到 現今因為藍綠整治惡鬥 意識形態治國 時刻台灣面臨著國家發展的困境 2014年他參選市長 便提出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不管是選舉或是執政 我們都把它當作是一場 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今天我們主黨就是扛起了改變政治文化的責任 有人批評說柯文哲沒有中心思想 其實對我來講 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灣的整體利益 跟人民的最大股值 我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讓人民過好一點的生活 他也指出 現在個人利益大於派系 派系大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大於國家利益 導致整個國家空轉 他取深澳電廠政策為例 一個晚上就轉彎 因為沒有專業支撐 政策失去了人民支持 創黨是藍綠以外 讓人民有另外的選擇 其實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執政也不難 莫忘初衷而已 政治就是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而外界相當關注 柯文哲是否會與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以及表態選總統的國民黨立委王金平合作 但柯在支持中 知智未提到結盟 卻強調超越藍綠 不是要消滅藍綠 而是大家可以在這個社會共存共榮 也似乎是在為與郭王結盟留下伏僻 如果要走得快 要一個人走 如果要走得遠 要大家一起前進 讓我們繼續努力 讓台灣因為由我們變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可以借一下聲音嗎 可以 好感動 這個聲音我感覺到台灣的改變正要開始 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 最好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黨員的選擇 柯皮柯皮柯皮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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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柯文哲演講結束後 柯的民間友人上台執政上衣一國捲軸 據了解 這位民間友人是台南永華公的主委楊忠寶 柯文哲是醫師出身 曾守護民眾健康 現在從政後要服國立民 而這幅卷軸中寫道的上衣一國 在台灣的代表人物 正是台灣民主鬥士蔣衛水 也是柯文哲效法的對象 最後活動尾聲 柯文哲簽署創黨首份公文後 由北市府顧問蔡壁如代表 前往內政部完成登記申請 蘋果新聞網推出6品彩 每個次晚上8點在蘋果台直播開獎 周周送30萬獎金 活動謹慎升級會員參加 每周五早上10點到各周四晚上7點可選號 1到33號認選6個數字 蘋果單個電腦隨機從遺選號碼組合中調出一組 保證周周送出30萬 來玩6品彩周周發大財